林可守护队 最近听说某个村庄出现了偷走居民们粮食的小偷 林可守护队们快快出动 前去调查 抓住小偷 任务接收 论分析能力呢 我可是林可守护队里面最厉害的 首先呢 我来分析一下小偷的行动轨迹吧 首先 小偷第一天偷了面包 第二天偷鱼 第三天偷了肉 第四天还偷蛋糕 这么看来这个小偷很贪吃呀 看来呀 我得用食物来引诱他一下了 看 我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在他来之前 我要不要自己吃一点啊 什么声音 这里明明没有人 看来这个一定是 案发现场 这里有 一二三四五五 反正有几片叶子 还有一些花瓣 吃点东西再来吧 还是先填饱肚子吧 这不回事 感觉是小偷出货了 找出关于小偷的两个重要线索 第一条线索 桌上的巧克力酱 一看呀 这个就是动物的脚印 所以我认为 小偷应该是一只动物 第二个线索 就是这些泥土了 就是小偷留下来的 我跟着这些泥土走 应该就可以找到 怎么线索 你就断了呀 什么声音 小偷现身啊 你转开眼 在哪儿 在你下面呢 原来是你啊 小天 我看你好像需要我的帮助 就来帮你了 真的吗 灵灵 你看到它长什么样子了吗 看到了 首先 小偷有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嘴巴 两只眼睛 一个嘴巴 你这个细节的话 那犯人也太多了吧 小天你别急呀 我还没有说完 小偷还有尖尖的牙齿 并且喜欢晚上行动 这样听来的话 难道是老虎 我真的不知道了 那么还给你一个 关键性的线索 那就是这个小偷 尤其喜欢吃鱼 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其他的就要靠你自己了 我走了 两只眼睛 一个嘴巴 然后尖尖的牙齿 喜欢吃鱼 一晚晚上活动 我知道了 答案就是 小猫 喵 没错 就是我 小猫 你为什么到处偷吃别人东西 还捣乱呀 我 捣乱 我有吗 你呀 不是到处去偷吃东西 还把花盆都给弄倒了 真的是对不起 小天 是因为我的家里 还有很多小猫宝宝 需要我照顾 所以才迫不得已 还有这么一番 感人的试剧 不过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可以去偷吃别人东西啊 快点去给村民们道歉 我承诺 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以后一定遵守诺言 真的吗 那就说定了 你赶快回家吧 真的吗 我可以回家吗 太感谢你了 夏天 等等 这些食物 你就带回家吧 如果肚子饿了 可以来找我 这一次 我就不追究了 夏天 谢谢你 你的大恩大德 我不会忘记的